有着传奇过往的武当山玉真宫面临生存危机 一旦丹江口水库实现扩容 位于淹没区内的古老建筑将何去何从 探索发现即将播出玉真宫重生即上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称为武当第二宫 他有着神秘的绅士和传奇的过往 威夷无比的殿余 妙不胜收的临近 他屡遭变迁 窥然存在 时光穿越六百年桑桑 而他的惊天壮举要从惊天讲起 湖北武当山下 南水北吊工程中线最大的单体文物保护工程正在进行 南水北吊工程 当今全球规模最大的吊水工程 按照设计 它将由东中西三条吊水线路分别从长江流域的下游中游上游向北方地区吊水 一旦南水北吊工程的中线水源地 丹江口水库开始蓄水 周围三百平方公里的区域都会被淹没 修建于明朝的玉真宫 就在淹没范围内 为了拯救玉真宫 人们决心将建筑从地面升起 电脑和平衡传感器联合控制着十二台千斤顶 一千一百吨重的西宫门被渐渐停起 按照工程设计 同样重量的东宫门将在一周后开始鼎升 随后升起的还有重达四千六百吨的山门 整座建筑最终要抬升十五米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它的安全 而此前古代建筑整体抬升的世界记录是三米 玉真宫鼎升工程开创的高度是前人的五倍 这项工程将创造我国乃至世界古建筑整体鼎升数项之最 鼎升高度最高 依次鼎升建筑物数量最多 鼎升建筑年代最久远 这是一项耗资打两亿元的工程 仅仅工程的前期准备就已经耗时七个月 开工的二零一二年 距离玉真宫开始建造整整六百年 公元一四一二年 郑和又接到朝廷照命 开始组织规模更大的第四次元阳 那一年也就是明朝永乐十年 武当山开始打破陈迹 俯匹刀具之声响彻山谷 三十万名工匠住进武当山大兴土墓 开始建造皇帝梦想中无比辉煌的宫殿群 开工十三年之后 包含玉真宫在内的武当山道教建筑群 终于建成 九宫八冠十二亭 三十六安堂 三十九桥梁 七十二岩庙等三十三处建筑 绵延七十公里 绵殿堂庙宇两万多间四百多处 总占地面积一百六十万平方米 超过今天的故宫一倍以上 这些建筑历经六百年沧桑 一部分存留至今成为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 而在这庞大的国家工程背后 有一段玄奇的故事 玉真宫最早叫惠仙馆 传说是道教三丰派创始人张三丰 修炼之地 玉真宫的来历 应该说与张三丰呢 是有很大的关系 红五年间张三丰都已经很出名了 那么他就是一个 应该说他是一个很有道姓之人 那么当时红五皇帝 就是朱元璋 也求见过他 但是没有见得去 等到这个云乐皇帝继位以后 那么他就也下招 要寻访张三丰 为了表达自己求见张三丰的诚意 永乐十年 也就是公元1412年 远在北京的明成祖朱棣下令修建玉真宫 整个工程持续了五年 永乐十五年进宫 永乐皇帝这个夏圣子 要修建九宫八卦 也是他亲自主持 这些图子他都看到 他表现了与永乐皇帝 有同样的性格 就是舒胖豪放的这种性格 他就是看到明代的这些建筑 就是墙体昏厚 这个高大的重台 另外呢 所有的这个虚密座 全部是死雕 看到让人震撼 在民国时期出版的 续修大跃太和山志中 有一张玉真宫图 人们还能通过它 看到当时玉真宫的大致格局 整个玉真宫建筑群 沿中轴线对称布局 从南至北 依次为宫门 闲院 龙虎殿 主院 玉真宫大殿等 闲院由东西宫门 可通东西道院 主院 主院内 东西两侧 为佩殿和朗武 四周宫墙环绕 但是 随着岁月的流逝 今天 只有位于中轴线上的 一组建筑 保留了下来 南水北调工程 中县的水源地 就在玉真宫以东 十几里外 这片无际的水域 是亚洲最大的人工淡水湖 丹江口水库 为了满足 每年九十五亿立方米的 吊水规模 大坝高度将由一百六十二米 增加到一百七十六点六米 水库库容将扩大近一倍 水库周边 方圆三百多平方公里的 这区域将被永久淹没 而玉真宫就在淹没范围之内 这座存在了六百年的建筑 将面临生存的危机 时间紧迫 人们必须赶在南水北调工程 全线贯通之前 拯救武当山玉真宫 门口端坐的这位老者 是玉真宫的守门人 就住在山门对面的街道 和玉真宫朝夕相处 我们这家住了几百多了 这有两个铁石子 整天就是这个锁柜 有几个棧家 一个大东来的 我说他把他搁起搁的 我们当小的爬地的碗 打个针球破破的 都破了到木瓜树这里的碗 玉真宫素以优雅静木著称 被称为 相矮七霞楼 先月空中流的灵境 是武当山古建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们习惯将它排在静乐宫之后 称它为武当第二宫 但随着南水北调工程的建设 它将迎来巨大的命运改变 第四年 说是谁要养 从我的这个信仰当中 就是我才搬到外地 我还要来看起它 丹江口水库 是亚洲最大的人工淡水 从1958年到1973年 丹江口水库前后历经15年的建设 90%的汉江水 10%的丹江水 汇聚成这片人工添池 水天一色的碧波 正是南水北调中线输水的水源地 2014年 丹江口水库正是向河南、河北、天津、北京等地的 20多座城市调水 每年吊水量95亿立方米 2005年9月 在汉江与丹江汇河口下游800米外 丹江口大坝加高工程开工 按计划 这座大坝必须由原先的162米坝顶高度 增高至176.6米 才能保证蓄水量足以支撑吊水需求 大坝加高后 丹江口水库的水域面积会超过1000平方公里 蓄水量从174亿立方米增加到290亿立方米 蓄水水位也会从157米上涨到170米 从理论上说 丹江口水库周边方圆300多平方公里的区域将被永久淹没 而地处这一区域的玉珍宫地面高度只有160米 将有10米处在水位线下 历经600年的玉珍宫该何去何从 今天虽然有古代留下的文字和绘图记载 人们仍然无法确切知晓 玉珍宫在鼎盛时期的布局如何 有多少建筑 他们的规模如何 建筑特点是什么 回答这些问题 对于人们认识它的价值 确定玉珍宫的保护方案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因为这个玉珍宫它是南西北的中线工 唯一的一处涉及到世界文化遗产的地方 所以说究竟把这个玉珍宫的 它的这个保护方案是究竟怎么制定 是为了违宫好 还是就地抬高好 还是扳轴好 就是说是这个 必须要对玉珍宫进行抢救性的发掘 然后通过发掘的资料进行深入的研究 我们再看看它的架子有段 然后再制定出更加科学的保护方案 我站的这个地方在2005年8月以前 这个地方还是一片平地 这个就从这个地方 这个青石这个地方 它这个下面一直全部都是土 大概这个土成的堆积在80公分到1米20左右 在进行发掘前 考古工作者对西宫的布局并不清楚 最后人们在西宫范围内发现了14座房纸 三处隐蔽 若干道路 院落和完善的排水系统 根据对遗迹遗物的分析 玉珍宫西宫的建筑遗迹大体上可分为早晚两期 在早期建筑中 位于西宫南部的一号院落的规模 明显大于西宫北部的二号院落 这同现存故宫的前后殿建筑格局极其类似 印证了明代北修故宫南修武当的说法 我们从玉珍宫当时两个大的院落里面 经历了大量的建筑构建 从这个建筑构建的形质 包括它的尺寸 它的样式 包括还有和它的这个质地来讲 应该说是明早期的 这个特征是非常明显的 与这些建筑构建同时出土的 还有一件真武大地的流金铜像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就是当95年我们发掘现场出土了一尊 铜筑六金真武祖师铜像的一个地方 当时这个真铜像距离地面的高度 距离土生的高度 仅仅只有三十公分 那个民工正在清理的时候 发现了轻微的一尊金属绳 最后我们赶紧就让民工停下来 然后用刷子清理出来一看 发现是一尊非常精美的 文庄的铜筑六金的真武像 真武大地为北方之神 是武当山供奉的主神 相传在朱棣发动静难之役的整个行动中 真武大地都曾显明相助 因此朱棣登基后 即下诏特封真武为北极镇天真武玄天上帝 开始在武当山大规模地修建公冠庙堂 并在天柱封顶修建金殿 奉赐真武大地神像 在武当山 在武当山 众多的真武造像各具特色 有不同年龄 不同形象 不同质地 不同服饰 但是所有的真武造像 都保留了一个最显著的特征 那就是披发显足 我们从武当山西宫发掘了这一尊真武祖师的文装铜像 它的造型和文饰 包括它的整体的仪表仪态 和武当山现存的明早期的真武祖师 一看就是基本上是一样的 从这一尊真武祖师的铜像也可以证明 就是玉珍宫的西宫 我们现在清理出来的这个场景 应该是明早期的 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 就在真武神像出土不久 一件汉白玉残剑的出现 让所有人喜出望外 当年在修建玉珍宫的同时 明成祖朱棋已经命人在北京 铸造了一整组张三丰的流金铜像 一旦玉珍宫建成 就要把这一组铜像 经经行大运河和长江运到玉珍宫进行供奉 这一组铜像一共有三个人物 张三丰端坐在石椅上 神情自若 在他的两侧站立着两位分别手持宝剑和扶尘的道童 1938年 当玉珍宫西宫东宫被毁时 这一组铜像被当地人请到了 专门为张三丰修建的张爷庙中供奉 现在他被保存在武当博物馆中 我们看到张三丰的这一组坐像 他的这个座椅是汉白玉雕刻的 在他的这个当时缺一块 就到我们在西宫发掘的时候 把这一块给找到了 这样把我们这个整个给完全给布起来了 2006年8月 对西宫建筑遗迹的整体发掘结束了 这次发掘出的建筑规模庞大 遗迹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 所有的发现都印证了文献中 关于明成祖下令修建玉珍宫的记载 也证明了玉珍宫在武当古建筑群中应有的地位 接下来考古工作者又多次对 玉珍宫东宫和外围建筑进行发掘 他们希望通过这些工作 赶在丹江口水库蓄水前 为确定玉珍宫建筑保护方案 提供最科学详实的资料 2011年 有关玉珍宫的保护方案依然没有定论 此时南水北调工程稳步推进 工程中线的水源地丹江口水库 正将大坝向176.6米的高度增高 拯救玉珍宫已经扩载为节 摆在古建筑保护专家面前的 有三种方案 第一种方案最简单 拆迁重建 但这个方案一提出 就遭到多数人否决 因为异地搬迁 不但会使玉珍宫失去所依存的人文与自然环境 也会破坏古建筑真实的原貌 从1950年起 中国开始大规模新修水利工程 治理淮河 加固黄河 长江堤防 修建京江分红设施 这是上世纪50年代留下的影像 武当山下的丹江口大坝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水利工程 那时人们遇到了一个与今天同样的难题 坐落在武当山下古军州城内的静乐工 被誉为武当山九宫之首 丹江口大坝的建成将会导致静乐工被完全淹没在水库之中 许多人为保护静乐工做出了努力 最重要的建筑和文物都被搬迁至丹江口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拆迁重建的保护方案是人们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而这也并不容易 这是当年文物搬迁时拍下的历史照片 古城高大的城门清晰可见 一尊巨大的石壁系正在出城 每座石壁系重76吨 即使在今天 一栋如此巨大的文物也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工程 四十八年后 二零零六年三月 静乐工在距离远址一百多公里外的丹江口完成了附建 巨大的石壁方又立在山门之前 东西两座碑亭也恢复了往日的恢弘 但令人遗憾的是 整个静乐工虽成功附建 却还是失去了许多原有的历史韵味 在技术条件更加完善的今天 玉珍宫怎可再导静乐工的覆辙 完全将古建筑拆除异地重建 这一方案很快被专家们否定了 文物部门提出了第二种方案 筑堤为艳 做法是在玉珍宫前修筑一道长堤与水库隔开 这样既能避免供电被水淹没 又能保持古建筑的原貌 但专家调研后却发现 该方案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弊端 当蓄水到达玉珍宫脚下 四周的滴焰就时刻处在绝口的危险中 而一旦雨季到白 地雁内的大量积水难以回出 也会造成严重的水患 在第二种方案遭到否决后 专家们提出了第三种方案 原地鼎声 整个建筑群所在五万平方米的范围 将整体电高土石方食物欲 但是耗资巨大 工期过长 且施工过程风险重重 就这样 玉珍宫的保护方案迟迟不能确定 但丹江口大坝加高工程 已经进入尾声 不久将具备叙述条件 如果时间继续拖延下去 整个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既定进度 都要受到严重影响 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有一件 体积庞大的藏品 1963年 美国协助埃及建造了阿斯旺大坝 位于下游的三千多年历史的丹多神庙 面临保护问题 最终埃及政府将这件文物赠送给美国 丹多神庙被解体 总共八百吨的建筑材料被分装在六百四十个集装箱中 运到宁约 再重新组装起来 1978年 丹多神庙正式向公众开放 古老的神庙重获新生 然而 这种国际通行的文物搬迁方式 似乎并不完全适用于玉珍宫 在参考了全球多个文物搬迁案例之后 经过长时间反复探讨 专家们的思路开始向一种新的设计聚了 将玉珍宫的三座宫门原地抬升十五米 其余建筑则予以拆卸 在填高土方后再按原样复建 此前为古代建筑整体抬升的世界纪录是三米 玉珍宫鼎升工程开创的高度是前人的五倍 这是一个折中的方案 鼎升面积缩小到原来的近三十分之一 而鼎升十五米的高度依然令人望而生惠 各种困难接转而来 那时一会儿 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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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的最后一天 来自北京的工程师曹海利 在工地现场指挥工人们测量拆除 玉珍宫西配店垫顶的瓦块 不同于普通建筑的拆解 它是玉珍宫文物保护工程中的一项重任 和这座建筑一样 这些瓦块都拥有上百年的历史 曾经为这座大殿抵挡了无数的风雨 曹海利和他的同事们 已经专业从事古建筑修复几十年的时间 他们的任务 就是让这些包含着丰富历史信息的建筑构建 被完整有序的拆下 以备日后能让这座建筑重新恢复 我是十月十月初 十月十四号 就是接到公司的通知 我那会前一个项目 预合员预合员 刚正好演出 刚完成 公司打电话 要回公司报到 接下来飞到这个地方 接受这个任务 在整个保护工程中 古建筑的拆除解体 是最先进行的环节 只有完成解体 东西两座宫门和山门的顶声 才能进行 从2011年方案确定后 这项浩凡而细致的工作 就已经开始 它伴随着许多 人们无法预计的困难 不是人员的问题 也不是人员设计的问题 就主要是拆的当中不顾 你要想保护好了 那就你要拆的 这进度就相应就要慢了 这个有时候嘛 有时候加班啊 如果需要呢 就像拆结构服 那就就得需要加班了 加班 夜里加班 也是速度不要快 也是按照按摩就班的去统计 那点急不得 为保证文物不受损害 古建筑拆除的操作过程 一律不准使用大型的金属工具 砖瓦 墙体 甚至连重铸严重的柱子 都要人工拆除 编号后 仔细包装 再装车运走 每天都有一车车的古建筑构建 被运往一公里外的皇家沟 工程师严谨地记录 入库的每一件建筑材料 在拆除建筑构建时 施工人员已经为他们一一编号 那么就是这个上面 这个石头这个底部 都是不是正面的 要对它进行一个编号 那么这个另外就在包装袋上 包装这个条上有一个编号 那么另外呢 还有这个塑料编号 那么这三个编号都是一个 那么就是我们还对它的这个编号是个什么呢 这个ZW 这是真武 真武垫 这是代表这个真武垫 这个N呢 是代表南边 南边 这边这个是台名史 另外呢 是第十块 第十层第二块 那么就是这个 我们执行这个 到时候回复的时候呢 对它来进行这个 按第号日子 现在 黄家沟的工程师 还必须对这些编号 进行细致的核对与记录 只有这样 才能保证三年后的复建工程 能顺利进行 像这样的这个编号呢 大概光这个调食部分 有三十多万 这相当的量是非常大的 所以呢 这个相当的就是担心了 这个 怕恢复不了 这个是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是完全是可以地号入座的 因为我们提前的这个图子 和这个相当的图子 只要它错不了 编号错不了 那就没问题 完全可以恢复 未来的几年中 玉珍宫拆下的每一块重要的砖石瓦片 都将在这里被保存 这里还将建起一座巨大的仓库 存放容易腐朽损坏的木质构建 并对它们进行修 当玉珍宫山门与东西宫门顶身完成 地面填高之后 这些曾经经历几百年风雨的砖、马、梁柱 就能回到当山下被一一抚惠 历史古老的玉珍宫将真正迎来兴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